《兔小贝》 成语故事 日积月累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他受祖父的影响 从小不但喜欢读《资质通鉴》、《史记》和《孙子兵法》等书 还养成了一个记笔记的好习惯 他在看书的时候 有一点读书心得就记下来 如果有错误就随时改正 如果发现自己的心得跟古人的理论有重复的地方 就删掉 这样长时间地积累下来 再加上他从调查和访问中得到的材料 最后终于编写成了一本 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史地、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 名叫《日之路》 被公认为极有学术价值 日积月累 意思是一天一天地、一月一月地不断积累 比喻长时间不断地积累 小朋友 这个成语告诉我们 只要肯下决心去做 世界上没有什么办不好的事情 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